大家好,今天要介紹葉家軍疑罪千秋的結局 如果不知道分歧點在哪的話,可以去看鏡中報國全攻略那部 前行提要,果冠把彭舉哥的手下一一訓問 除了打死,為了活命,就是出賣彭舉哥 這邊就要選確實屬實,雖然不想選 但為了解鎖結局,沒有辦法 結束開庭後,果冠給了一本內功,《紫微容器》 還邀請我們去看彭舉哥的下場 彭舉哥,鏡中報國一生,結果不是死於擅長,而是被昏君貪官害死 走之前先去牢房 這裡有內功,滿江紅可以拿 大約過一天後,康王約我們去刃功刑場 舉行到一半,我們的老大哥扶搖指出來了 他過來要為葉家軍平反,然後皇帝要我做替罪羔羊 這場要輸,就能解鎖結局了 當然如果你打贏扶搖指,就能繼續遊玩 和鏡中報國結局,插一本紙為容器 就看大家需不需要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,我是劍龍,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